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所出现 但是如果是女人比较聪明的时候 能会用这三种原因来解决自己的婚姻问题 所以说在日常的生活中 夫妻两人长期分居女人可能会用这三种方式来解决自己身上的问题 虽然说在日常的生活中应当注意一下 看一下你做得对吗 看一下你是聪明的女人吗 夫妻长期分居女人可能用这三种方式解决 尤其是第二种 一打电话长联系 因为条件经济条件的发展 可能会让两个人的关系联系方式也是越来越明显 但是就算是夫妻两地分居联系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能会让两个人交流感情也是交流的特别多 可能会让两个人的感情也会越来越好 但是夫妻两人本来就是同一句 如果是不经常联系 还有可能会让两个人感情也是慢慢的变淡 所以说应该是打电话 这样才能够对于夫妻生活来说是非常好的 能够让自己一些生理的问题也会解决 最少在这个时候女人常常给男人打电话 二 想办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夫妻之间如果是经常的长期分居 对于女生来说缺少一种安慰感 还有一种安全感 这个时候女人经常解决的方式 就可能会让自己的注意力转移 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工作或者是孩子身上 所以说如果是聪明女人 最有可能是想办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但是这个男人可能是十分的爱你 因为想要你的生活越来越好 于是就可能会在外面打拼 三 利用空闲时间找对方 夫妻两人如果是长期分居很久 就可能会让两个人的感情 也可能会慢慢的越来越大 现在有很多夫妻 都有可能是因为在热恋期间也是最后结婚 如果是工作的人员 还有可能会导致两个人分居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可能会把自己空闲的时间 和爱人进行夫妻生活 但是在这个时候 夫妻感情好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女人忍不住想你 还有可能会在空闲时间的时候 第一时间去找你 所以说男人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理解一下 两性关系是人生当中难以避开的一个问题 一般人们都会经历从单身到恋爱过二人世界 再到组建一个家庭的过程 那么关乎婚姻与家庭 人们也总是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怎样协调彼此关系 怎样调整工作家庭间矛盾 夫妻与子女相处问题等等 诚然 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去维持的 一个人再怎么努力 也总是感觉差一些什么 在现如今社会当中 一个经常出现在夫妻两人之间的问题 夫妻当中一个人或是两人的工作 都需要长期出差 无法维持稳定的生活 那么这种长期异地分居的生活 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在这种生活状态之中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 双方的感情状态会受到严峻的考验 首先彼此对对方的思念是难以克制的 其次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两人的生理需求应该怎样去解决 生理需求是一个成年人 难免会拥有的需求 那么异地分居的夫妻 会怎样解决这种需求呢 让我们来通过这些调查案例 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一下是一些符合情况的女性的回答 一 小雅 婚龄五年 在我看来 分居犹如是久别胜新婚 两人原本的生活是十分幸福甜蜜的 彼此喜欢对方 工作也在一起 但是后来由于工作的调动 其丈夫不得不去到外地的相关部门工作 并且这一调动的时间还不确定 所以一开始两人面对这种情况 都感觉比较难以接受 因为不想与对方分离 但是后来由于对工作的支持 以及想要让双方火爆的脾气 经常能够处于冷却状态 所以两人也欣然接受 所以原本会常常因为琐事而伴嘴的两人 会在这种生活状况下 变得十分珍惜对方 一见面只顾着与对方甜蜜的两人 根本不会闹矛盾 所以这种小别胜新婚式的生活 反倒起到了一些积极效果 二 萌萌 已经离婚两年 两地分居使我们的感情变淡 作为萌萌本身而言 她是十分难以接受这种两地分居生活的 因为之前热恋中几乎每分每秒 都在一起的两人难以接受这种分离 然而造化弄人 两人一结婚丈夫就被迫外掉 六年的时光当中 两人更是聚少离多 一年几乎就只能见几次 萌萌感觉到丈夫对自己的关心 明显不如之前了 我们知道女性的内心比较敏感 情感上需要依靠 所以独身一人的生活 就导致萌萌逐渐难以忍受这种孤独的生活 在她看来这样的婚姻生活 与单身几乎没有区别 最终两人对这种生活都难以接受 经过协调 选择了友好的分手 既然不能让对方满意 那还不如彼此安好 三 小鱼 婚龙三年 孩子的陪伴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想法 与之前两位参与者的情况不同 小鱼比较幸运 她和丈夫已经有了爱情的结晶 而孩子的存在一方面给了两人慰藉 一方面也导致独自抚养孩子的小鱼 每天都精疲力竭 就像小鱼说的 每天照顾完孩子 收拾完家里的事情 时间早已到了凌晨 自己也非常疲惫了 基本上一躺下就会睡着 根本没有精力去思考与性相关的事情 但难能可贵的是 在这种充满了疲惫与艰难的生活当中 小鱼并没有放弃 而是依旧坚持乐观向上 她认为 尽管当下暂时比较苦比较累 但是终有一天 丈夫会回归家庭 到时候生活状况就会好很多 所以通过这几个案例的分享 我们大概可以在应对标题当中的问题上 拥有一定的结论 首先来说 如果一对夫妻彼此深爱对方 并且坚信双方的感情 那么无论两人之间距离多远 分居多久 也都不会因此而影响到感情 其次 生理需求只是一种外在的感情的体现 而不是全部 两人可以通过性生活增加感情 但是缺少性生活 也不会摧毁两人的感情 总而言之 只要两人心中依然深爱对方 那么生理上的生理需求缺乏 是不会影响彼此之间感情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